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1月17號的 古海紅洋 我是洪准 那今天也是禮拜五 先祝大家週末愉快 此次的部分呢 今天尾盤收盤上漲了23點 在12100點這附近 一直在這邊做整理 那投資朋友們來到這個點位 來到12100點這附近 你會覺得說行情到底要上還是要下 完全看不清楚對不對 但是我要這邊我直接跟你講 台北股票市場整體的多頭的格局 才走到一半而已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待會我下半段的節目 我再來跟大家講 有一些數據上面 是可以給你參考的 那首先我們先要來談一下 1月16號的時候 台積電召開了法說會對不對 這個法說會其實釋放出來的訊息 我認為非常的精彩 真是非常的精彩 他也預告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還有很多的個股 他都有操作的空間 那我們必須來看一下 既然這麼精彩的法說會 為什麼台積電 他今天的走勢是這樣子的 台積電今天下跌了0.44% 最後每漲他反而是跌的 投資朋友們可能會覺得很妙 明明就是一個很好的法說會 那為什麼台積電今天的股價 應該要大漲特漲台對 他卻維持在一個區間整理的格局呢 因為很簡單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股票市場上 每一個我們所看到的叫做價格 可是呢每一檔股票 他背後都有他的價值存在 那價格跟價值之間 他會產生一個不一樣的走勢 那懂的人他就知道說 他的價格跟價值之間有沒有差異 然後就會利用這個差異來去做價差 那台積電的法說 他昨天預告了一件事情 今年的金元代工成長率 將會來到17% 也就是說2020年 他已經預告是一個大成長的一年 那居然是一個大成長的一年 那當然呢台北股票市場 就還有向上的空間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說台北股票市場 整體的多方趨勢還沒有改變 但是呢會不會再走台積電這檔股票 我們就要再來看一下囉 首先我們必須要看一下 他昨天所公佈出來的EPS 2019年台積電的EPS 總合起來13.31元 然後呢整個13.31元的話 以他現在的股價來講的話 331塊 所以台積電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在25倍左右 那本益比如果是25倍的話 就代表說我們把它反過來算 他的整個殖利率的部分 大概將近5%左右 大概將近25倍不是5% 大概將近在4%左右 但是呢預估今年會有20%的成長率 因為他說今年經燃代工會成長17% 但是呢台積電會比這個17%還要來得更多 所以我們來抓一個簡單的數據 抓個20%的成長率就好了 所以我把台積電20%的成長率計算下去的話 預估2020年EPS大概在16塊錢左右 所以以他現在的本益比來講大概20倍 所以以現在的台積電20倍的本益比來算 他基本上呢已經算是一個合理的價位 他算是一個合理的價位 所以台積電他上漲的空間會變得非常的有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台積電漲到300塊錢之上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呈現一個震盪整理的格局了 他已經開始走一個震盪整理的格局 那你說他會往下跌嗎 不會 因為我說了 今年他的成長率很高 居然有16塊錢的EPS 預估會有16塊錢的EPS 法人只要一跌下來的時候 就會開始進場去做低階的動作 但是你說他上漲的空間還有多高呢 當我的漲勢呢 當我整體的EPS已經符合預期的時候 除非未來還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否則他就會來這個地方做一個橫盤整理的動作 所以以前大家看到台積電有沒有 大象他會開始跳舞大家都嚇一跳 200多塊錢的台積電跳到300塊錢 一個台積電漲幅可以高達100塊 但是未來這個現象可能就會遲緩下來的 可能就會降下來的 但是台積電他降下來不代表說 他整體的震盪幅度降下來不代表不好 因為有很多的個股 他會從台積電這方面來開始去做衍生出來 包括我之前在12月10號跟大家談過的對不對 我說當台積電 世界跟聯電這些晶圓代工廠商 他的第四季都已經淡季不淡了 所以這一些品牌廠商下單他是非常積極的 8吋跟12吋的產能都出現攻擊緊張的狀態時候 對於晶圓的消耗程度也會去做增加 所以環球晶他公告11月份營收衰退15% 股價並沒有向下來去做反應了嘛 所以大家預期是什麼 5G啊 5G的需求開始帶動整體的晶圓代工 甚至晶圓的消耗程度開始增加對不對 所以昨天法說會是不是跟你講了 台積電法說會告訴你說 因為5G因為高速運算的關係 所以台積電的成長動能會持續下去 那他的成長動能持續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帶動我們台灣系晶圓廠商的消耗 晶圓的消耗程度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當我們整個環球晶的部分 現在前三季的EPS24.67元來計算的話 本益比他不到15倍 他不到15倍 台積電我們剛剛算的本益比是幾倍 在20到25倍之間嘛 但是呢 環球晶當時的股價來算的話 他只有15倍 他只有15倍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法人的話 你現在有一筆錢 那你今天想要買的會是台積電呢 還是你會去買環球晶 你用這個角度來去思考就好了 所以當我的台積電他是一個指標 他已經來到一個高檔的時候 我下面呢還很低的這一些個股呢 他會跟隨台積電的腳步 慢慢的拉伸他的本益比上來 所以股價呢就會從原本的低本益比 慢慢的爬升爬升爬升上來對不對 當時我告訴大家的時候 是在12月10號 我說台積電的部分 他已經來到合理的估值 但是呢你要注意的叫做矽晶圓 他的上游矽晶圓的部分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談的時候 環球晶的股價在這個地方 363塊363塊 由台積電他所衍生出來的一些個股方面 我手中在於矽晶圓的部分 因為12寸產能滿載 所以他的消耗程度一定會做增加 當他的消耗程度做增加的時候 當然營收獲利也會從股底開始做反彈對不對 所以當時的價位在363塊 我說他真的非常的便宜 15倍的本益比為什麼你不敢買 如果今年前三季EPS25塊錢 那今年預估全年EPS有30塊的話 那這個價位叫做超級低估 他叫做超級低估 所以為什麼他會出現一個多頭吞噬的訊號 長期下降趨勢當中 出現一根長紅吞噬掉前一日的產業 因為早就已經有人預判到了 他的未來將會股底開始去做反彈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多頭吞噬訊號出來的時候 你看他的股價怎麼走的 從原本的6488環球金 12月9號364塊錢買進363元成交 到12月16號的時候已經來到385塊 從頭到尾都沒有漲停過 他都沒有漲停過 可是股價卻因為他的基本面的關係 慢慢的墊高上來有沒有 隨著均線開始方圍向上 整體的趨勢從原本的弱勢開始轉為強勢 然後一路的上漲上來到12月25號 聖誕節的時候已經來到394塊了 到1月2號的時候 當我們放完元旦回來的時候 已經來到399塊 從363塊買的到399塊買的 漲幅來到36塊 我說這一段的漲幅 他只是反映一件事情而已 他只是反映他被低估的價值 因為從去年的EPS來計算 300塊錢400塊錢的環球金 都真的算是便宜 因為你20倍的本益比 你去年賺了將近30塊錢 你20倍的本益比就要600塊 但是以現在的股價來講 算是貴還是便宜 所以為什麼這一段的時間 一直都有人在去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如果環球金20倍的本益比 他算是便宜的話 當然你可以做到波段持有 然後分段來去做操作 所以重點在於說 這檔股票它的長期價值 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強勢股買短線上弱勢時 可是當你來到399塊錢 我的BIOS指標已經告訴我過了 這裡已經開始 有人來去做追價動作的時候 那你就要小心啊 就不是一個很好去做進場的位置 所以在1月3號的時候 當環球金來到413塊 丈夫50塊錢 一張你賺50塊錢的價差 10張你賺50萬的價差的時候 你這裡呢 你再去做追價的動作 當然一定會有人洗你 因為363塊錢買的 來到這裡他都已經賺50塊錢了 他一定會做獲利了結的動作 先把籌碼洗乾淨再說嘛 所以BIOS指標真的很重要 當我BIOS指標過熱的時候 你要知道怎麼買 你更要懂得在什麼地方 來去做出清的動作 6488環球金406塊錢出清嘛 BIOS創新高短線過熱 過熱你就先賣一趟啊 當你賣完之後你才會知道 強勢股你要怎麼來做 到底一檔股票 它如果具備長期上升的一個軌道當中 它一定會有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強勢股買拉回 強勢股買拉回 你風險如果像我這樣控制得宜 你可以在高檔的時候 你先跑掉這一趟 你知道這4天的時間啊 當我賣完之後這4天的時間 環球金就已經跌掉了 將近40塊錢了 結果你原本賺50塊錢的價差 在BIOS新高的時候你沒有賣 不好意思你拉回光4天的時間 你直接吐回去還給它 所以413塊錢賣完之後 4天回到367塊錢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它已經回到了主力的成本區間 尤其是它的本益比 都還是相對低估的情況下 如果它未來還有上漲的空間 強勢股你要怎麼去做佈局呢 不是看漲縮漲看跌縮跌 而是它有一個節奏 它有一個訊號 它會引導你 該怎麼樣來去做操作嗎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告訴你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同時您不再忘賭欺嘆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抽盤團隊 同時您不再忘賭欺嘆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古海紅洋的節目現場 那我剛剛跟大家談過環球晶的部分 因為環球晶它是台積電的最上游 它是上游矽晶圓的一個生產製造商 那環球晶的東西就是供應給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非常好的情況下 當然環球晶它是受惠的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最近矽晶圓在漲對不對 為什麼只漲環球晶啊 如果說你是買6182的核金 你會發現到說你賺不到 你賺不到錢喔 那明明這種股價比較低的 為什麼它不會漲 因為籌碼不一樣 因為他們生產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這個產業的內容 你要知道這個產業是做什麼的 每一個產業它的特性在哪裡 然後你要有技術分析的能力 你要知道說 現在法人正在買什麼樣的標的 而散戶正在買什麼樣的標的 當你可以把這些區分清楚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股票 操作得非常的漂亮 你就知道說 什麼地方你該買 什麼地方你該賣 甚至同樣一檔股票 你用波段持有分段操作的模式 你都可以賺得到錢對不對 這個是波斯科斯托蘭尼德國股神跟我們講的 當我的長期的趨勢 整個經濟的環境 它趨勢是往上的 它一定會有短線上來回震盪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指數從一萬點漲到一萬兩千點 它不是一路的大漲上來的 它中間也有經過很多次很多次的回檔 可是它整體的趨勢是不是往上走 所以這個趨勢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你只要挑到股票 你只要找對未來成長性的標的 強勢股買拉回 當你的風險控制好了 你的獲利自然就會成長 所以我們看到環球金的部分 這是我第二次買進的時候 6488環球金1月8號 我賣完之後 我等到1月8號 再次的進場做佈局的動作 372元嘛 372元市價買進 比我第一次買的價位還要高 那麼一點點 但是沒關係嘛 因為我第一次賣在400塊 363漲到406 我不能先賣一趟 賣完之後來到372塊 我又把它接回來 我又知道說 因為整個成長的趨勢沒有改變 它谷底反彈的趨勢沒有改變嘛 那當時這個價位在這裡啊 抗訊為證 我的整買點的圖給你看嘛 當我的環球金 當時的價位在哪裡 當時的價位在371.5 在371.5附近 所以你372元以下 你全部都可以做成交 因為我相信它第一個 5G加上高值利率 就是未來的機會 當我的貴買指數大跌的時候 是你勇敢低接的那個時機 可是你當時你看到的是很多的利空 包括了美伊 美國去轟炸什麼 伊朗的一個高階指揮官 所以美國股市重挫有沒有 好像全世界快要發生戰爭了 但是我說發生戰爭又怎樣 你拿的如果是鈔票 跟你拿股票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它都會跌嘛 但是呢 如果你在發生戰爭的時候 你敢把你的鈔票換成股票的時候 當然你後面就會賺錢 那我沒驗證我跟你講的說法 當時環球金的價位跌下來了 它跌下來的時候 來到371塊錢 我是不是叫你勇敢的去做低接 所以呢高點你有賣嘛 所以等到它回到這個主力成本區間的時候 你又可以再把它買回來 你光這樣一張的操作 一張就好了喔 你做一張就好了喔 兩段操作 第一段你賺45塊 第二段呢 到1月13號的時候 你已經賺69塊了 你已經賺69塊了 可是你底部有買 你高檔上來你懂得爆嘛 到1月14號的時候 再漲14塊錢 然後呢已經獲利已經來到哪裡 38塊 第二段的操作就來到38塊 從底部下去買的來到現在 410塊你賺38塊 所以兩段的操作加起來 是已經來到83塊錢了 所以分段持有 波段持有分段操作 這很重要 因為未來整個台北股票市場的錢 會越來越集中 它會越來越集中於某些個股方面 包括連環球晶也是一樣嘛 所以你看到 6488環球晶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來到431塊有沒有 從底部進場的位置點到現在 到現在你看價差差多少 但是我不是叫你去做追價喔 我沒有叫你去做喔 因為來到BIOS新高的時候 又來到之前那個高點對不對 那同樣的模式會不會再發生一次 它會不會再發生一次 我不知道 但是就我的角度而言 就技術分析的角度而言 它這個地方叫做過熱 居然過熱 你可以做調節 但是重點是 你千萬不能夠去做追價的動作 強勢股買短線上弱勢時 我們已經有價差 探材材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那我也建議你 還有很多標的 可以在底部起漲的時候 來去做佈局的動作 你不需要用追股票的方式 那台北股票市場我告訴你喔 全球股市都一樣 今年是一個大成長的一年 甚至不管總統大選啊 美國總統年底的時候 總統大選對不對 總統大選之前 美國股市它不會跌 它不會讓它出現一個崩盤的動作 甚至聯準會有沒有 他都跟你講了喔 現在的通膨非常的低啊 它很低啊 油價都在低檔的位置點上面 所以未來聯準會 它可能還會持續的釋放資金出來 它現在不用降息的方式 它直接用買他們債券的方式 把錢直接洗出來給你 所以他們就是一直在催嘛 一直在把股價往上催嘛 你認為稻窮指數來到3萬點是高點嗎 你認為稻窮指數還會持續在創新高嗎 我告訴你都還會喔 因為錢就是很多 它今天買個1000億的國債 就等於洗了1000億的資金來到市場裡面 這個1000億的就等於多少錢了 就等於3兆的資金喔 它會回到股市裡面來 所以你千萬不要想去放空 還有很多的股票在低低的位置點上面 等著你去買啊 包括從台積電之前從台積電 開始延伸出來對不對 除了矽晶元以外 半導體設備族群 從10月份我們那時候操作的嘛 58塊錢買的帆軒加登這些個股 我告訴你我們都獲利了解 而且每一檔都是賺錢有沒有 都賺很多錢啊 帆軒那時候我上面是寫23%喔 但是最後結算的時候 我告訴你高達50%啊 那很多的個股其實都被低估的 但是這些資金不會一直在從一個地方 我賣完了之後你看一下 6196的帆軒還有在漲嗎 是不是就漲不動了 那為什麼它漲不動了 因為現在的資金不在它身上 它跑掉了 它跑到其他的半導體設備裡面去了嘛 它跑到其他有關於 半導體設備的族群當中啊 所以紅碩的部分今天是不是在創新高 紅碩今天就大漲了嘛 包括3413的金頂今天也漲上來了啊 那這一些都是什麼 都是台積電相關的族群 所以我說你要做台股啊 你如果沒有去研究台積電的法說會 那你乾脆不要做了 真的你就不要做了 光一個台積電的法說會 它可以帶來多少的訊息 但是同樣的你買股票 你要買在那個低檔的位置 你要有產業面的知識 你要有技術面的能力 還要知道市場資金的流向 那技術面的角度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像3413的金頂有沒有 這個叫做主力成本的區間 量縮整理的格局 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5G加上籌碼 量大高點非高點的情況下 他能夠在這個地方做一個震盪打底的動作 那當然我向下空間有限 向上獲利無窮 所以我當時的買點在這個地方啊 3413的金頂 190塊錢市價買進有沒有 抠訊為證 然後呢 會員為證 當時在188.5元可以讓你做成交 1月13號買進去之後 金頂就直接來到亮燈漲停板 他來到亮燈漲停板 但是我說這個亮燲漲停板 他不是我要追求的一個 一個短線上的操作而已 我要看的是他長期趨勢的發展嘛 所以今天金頂的部分 最高點來到210塊 來到210塊 可是我告訴你喔 這檔股票我們先做一個 短線上的獲利了解喔 因為從他的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你看到了什麼 這個叫做爆量長黑對不對 當我的量大高點 短線上過不去的時候 他會再洗一趟 他會再洗一趟 那既然我們已經有獲利了 我在這個低檔的位置下去買 我都賺錢 我怎麼賣都賺錢的情況下 我先賣一趟了 當然有資金拉回 我會再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強勢股買短線上弱勢死 這個操作的節奏 一樣不能改變 那另外呢 台積電最重要的一個族群 叫做5G嘛 5G如果未來會蓬勃發展 因為標案已經結束了 那個平埔的標售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一個 非常關鍵的建置期了 那過去啊 5G漲最多的叫做什麼 叫做散熱族群 叫做西西野 那這一些族群會累股來去做 再次的輪鬥 你看6213的連貌 今天已經突破了一個新的高點 已經震盪整理結束 這個叫做大底完成了 這個已經完成了 那你看一下 那從過去呢 從170塊錢跌下來 跌到124塊錢的連貌 這一段的期間 我都沒有叫你去買它 但是呢 我的均線已經轉為上揚 而且我的股價呢 開始突破均線 開始走強的時候 強勢股買短線上弱勢時啊 那從CCL這個族群當中 不只連貌 包括2383的台光店也是一樣嘛 你有發現到說 他們走勢非常的相同嗎 都是已經變成均線開始轉為上揚 短線上整理打底 完成開始走均線的走勢喔 那整體的均線開始轉為上揚 未來如果要反應 基本面成長的話 股價目前為止 都還算是非常低估的位置喔 8358的金均也是一樣喔 這個都還沒有動 這個都還沒有漲 但是呢 你的買點一定要是正確的 你不能用追價的方式 強勢股務必要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這個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的操作節奏是正確的 你會像我們單股會員一樣喔 從當時貿易大戰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了 我們單股會員 已經先創造46.7%的獲利了 然後呢到貿易大戰中間 已經創造了68.3%有沒有 到今年啊 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已經創造96%的獲利對不對 然後呢一直到1月份 我們再獲利了結一檔太頂 已經來到102%的獲利了 所以我們的資產呢 我們單股會員的資產 透過這個買起早賣高檔方式 已經賺到翻倍的獲利 那你呢 那你呢 這一年來 如果你預計 遇過了很多的風風雨雨 你真的找不到公式跟方法了 我建議你跟上腳步來 現在已經是一個 打團體戰的時代 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用小錢賺大錢的方案 現在加入我們年後 開始做起算喔 但是這個方案已經快要結束了 趕快趕快撥通電話 時間的關係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鼓勵判斷 隨時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